用踏步走 然后请你用你的手 直接套住他的腰 对 用你的手 你没办法自己看自己 要对方看 然后你看一下 他是右边高还是左边高 用手套住他的腰 你自己没办法看自己 你自己看自己 你必须要看着镜子 没有 对 我们要看八个眼睛 要看八个眼睛 右边高 对 你看他 他是左边高还是右边高 左边高 可是如果有要带高 你不要看 我看你看不出现在 真的吗 做记录哦 来 我们看一下 你觉得你测过以后 是左边高的请举手 我这边稍微是高一点 左边高的 只有一个人吗 不太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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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都很对称 左边高 嘿嘿嘿嘿 套住他的腰让他 他不走 然后看看他是左边高还是右边高 如果你刚刚你的手没有办法背的那只手是右手的话 那么你是左边高 你是左边高 你是左边高 所以你们可以摸一下 如果你觉得有疑问 那么可以请我们的讲师帮你量一下 我现在来给你们解释 我现在来给你们解释 来看这里哦 嘿 那我们的讲师也会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你要举手 我们讲师会帮你看一下 你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位你讲师哦 他的患者每个礼拜大老远从基隆下来找他 嘿 而且还有从台北下来找他 桃园下来找他 甚至于还救了一些要做轮椅 你最后不用坐轮椅了 有四碗末玻璃的人在他的手下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会里头非常优秀的梅集讲师 松浮梅碎寒三友梅集讲师 所以他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正常的情形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这样子站在地平线上 可是 为什么会有左边高右边高的情形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脚有长短 通常你问医生说 我的手一只大一只小 医生说大家都这样 你说鞋子一只大一只小 脚一只大一只小 医生也说都是这样 就好像说今天你们跟我讲的 那这就是用滑鼠嘛 就是一直用滑鼠嘛 你们观念里头认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脚有长短 但是这是不正常的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真性 有两种 一种是假性缩短 一种是真性缩短 如果说是假性缩短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只脚会特别长 那么一只脚会比较短 那如果就是真性缩短的话 那是因为骨折造成他一只脚比较短 那如果不是骨折呢 那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 因此当我们缩短以后 这只脚变长骨盆会变倾斜的 可是你不会看到人家这样子走嘛 如果说我这只脚左脚长 照理讲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走路 可是你们在网路上比较少看过这样走路的人 你们大部分看到的是这样在走路的人 因为我们的中速神经 会让你以反方向走维持平衡 OK 但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脚变长变短呢 来 刚才你们有量过对方 对不对 这个自己要做记录了 如果你是左脚比较长的人 你的左边咖骨会比较高 我们把它称作L型 左边嘛 那么比较容易出现的酸痛症状 会是在右侧 腰以上会是在右侧 所以你会右边偏头痛 右边的眼睛痛 右边容易白内障 右边容易耳鸣 右边容易牙痛 右边容易肩颈酸痛 右手的功能容易有障碍 右边的腰会痛 可是腰以下 走同侧 包括你的脚 容易出事的是在左脚 所以当我儿子跟我说 妈妈我脚扭到 你是哪一只脚扭到 左脚 好 左脚内巴 走去学校 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让他左脚内巴呢 待会再告诉你们 而且你们比较容易有消化系统的情形 这些的疾病比较容易发生在L型身上 灭掉系统问题 灭掉系统问题 跟这些 尤其女孩子的妇科疾病 男孩子的生殖系统 都容易是L型的人 容易有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如果你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R型 那就是右脚长的 所以你们的右边 咖骨会比较高 那酸痛症状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在左边 腰以上是左边 可是腰以下走同侧 那容易有呼吸系统跟循环系统的疾病 呼吸系统比较容易感冒 有肺炎 肢气管炎的情形 循环系统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 淋巴循环 还有心脏功能方面的问题 这个就是右边高的 那么我们上次在心隆演讲的时候 那他们的那个主管 刚好有一个就是右边高的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右边高 你比较容易出现的症状 全部是在左侧喔 腰以上 然后腰以下 是这种情况 我说啊 你的心脏功能有问题 完全正确 那大家就鼓掌 那那个主管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你们如果说刚才在检查自己的咖骨 到底是哪一只 哪边脚高 哪边脚低 不清楚的话 待会 一定要问一下我们的讲师 知道吗 然后这个要自己做记录下来 因为这个回去就检查自己的家人喔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行之自救法 也是预防医学喔 可以事先一先知道 会有这种其实 那还有种就是S型 S型就是 我有的时候是右边高 有的时候是左边高 嘿 这种就很讨厌 就很special的 对不对 那么你们看到 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 有没有 高血压低血压 脑中风 半生不随 思眠 神经衰弱 躁愈 癫痴 风湿 三套神经 颜面神经 五十肩 肾脏病 糖尿病 这些都是 可是你不要想看这个 糖尿病 我们有一个学员喔 他就是做壁虎工 做了两个月 糖尿病去检查的时候 然后恢复到正常值 就是壁虎工的动作 做两个月 OK 刚开始你说 老师 可是我的症状 好像跟你的不太一样欸 那我通常会问你 你这个症状持续多久了 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很长 表示已经怎么样 转到对策去了 所以刚开始的初期症状 会是在对策 如果你是左边高 初期症状会在右边 可是你如果是右边高 会在左边 但是你如果放着不管的话 最后就会变成两边都有 所以我们形液结构疗法里头 经常在提一个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大家都有印象吧 美国的气象学家劳伦次提出来的 他在1961年的时候 他说了 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实验 他只是在做气象的预测时 他把小数点后面的几位数字 他没有输进去 经过一个小时后 他回到他的电脑面前来的时候 跟他原先预报的气象 已经差了非常大 那后来他在1979年的时候 他在一次的华盛顿 美国科学促进会上 他就提出来 他说如果蝴蝶在巴西拍动翅膀 会不会在德克萨斯中造成龙卷风 这句话听过吗 对不对 好 那么初始值微小的变化 会造成日后巨大的黏锁反应 现在看我拉我的衣服 初始微小的变化 会造成日后巨大的黏锁反应 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座各位 你们现在坐在那里 如果你的脚是这样做的话 你的脚是这样做 那么会造成日后什么样的巨大反应 大多数的男生会是这样做 只是你翻出去的那只脚 很可能是右脚 也很可能是左脚 没错吧 大多数的男生 如果你不翻脚的话 你会这样做 对吧 男生嘛 在座的男生是这样 要不你就是这样 没错吧 没讲错嘛 你要不就是这样 因为你们我知道你们这种椅子 你们容易这样做 然后这只脚会这样 我没有弄错嘛 我没有弄错嘛 对不对 会这样 要不就是这样 那有一些就是 就是 然后 那站着的时候呢 会这样站 或是这样站 等人的时候 对吧 所以你们会害自己 对 然后睡觉的时候 不是这样睡 大多数的人会 大多数的人会这样睡 对不对 尤其是小孩子 他一定会跨过一边 那这种情形 就会让你原先比较长的那只脚更长了 如果你是左脚长 你会习惯把左脚翻出去做动作 你是右脚长 你是右脚长 你会把右脚翻出去做动作 睡觉的时候 你如果是右脚长 那么你一定是这样跨睡 你是左脚长 你会是偏向这样跨睡 所以你会让你原先已经很长的那只脚 变得更长 那么家庭主妇在做家事的时候 如果你是右脚长 你右脚会习惯摆在前方做事 你也许不会双脚平的站 你会习惯把它摆在前方做 会绝对会比原来的平整的步伐 会稍微浅静一点 一定会有这种情形出现 OK 那现在看一下 什么原因造成你的脚会一长一短 请你看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往外翻了 往外翻这只脚会变长 往内的话它就会缩短 所以把你太长的那只脚变短 把你过短的那只脚变长 加一减一 你的骨盆就会震 所以常常会有膝盖痛的 甚至于影响到心脏 影响到消化系统的 像你一下就在敲棉的这个 为什么 是弦腿是弦腿 弦腿是弦腿就敲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喔 我并能这样敲 有没有吗 忽然你这样敲 对 嘿 这样子敲会造成慢性发炎 等会 你们不晓得齁 嘿 真的 来 现在看一下 还有因为你们坐在椅子上的时间也长 站着的时间也会长 相对都比一般人长 你们现在看一下这两条肌肉 这两条肌肉只要 这条是腰放肌 腰放肌一紧缩 骨盆会往上拉 腰靠肌一紧缩 是大家一定会有的情况 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的小腹 不是微突 是很突 嘿 因为你们的腰靠肌紧缩 把你的骨盆往前带了 因此你的脏肌就往前掉 所以不是微突 是很突 对不对 大家都在想办法要去瘦那个小腹 其实瘦小腹最好的方法 是把你的骨盆 前帆的骨盆再翻回去 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呢 因为刚才我们梅雨碗沙的动作 不要 要把你这段前帆的骨盆要再翻回去 那么梅雨碗沙的动作 还要把你原先上方紧缩的这些脊椎 要一锥一锥打开 那我们再往下看 因为你们长时间坐在椅子上 所以如果这些肌肉是紧缩的话 那你想想看 从这些肌肉出来的神经 顺畅吗 不顺畅 它会被夹紧 那么那些神经 它主要是管我们的下肢的 神经你们有没有看 反正